身把体谈三层皮一真进行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州聊球 今天胖州哥哥的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V 聊CV哪支球队呢 就聊一下北京手钢和广东南来这两支球队 那么咱们先说广东南来 那么作为本赛季联盟的卫冕冠军 又是联赛的最大的争冠热门 侯赢在广大的球迷心目中 本赛季广东队他们拿到总冠军 已经成为了联盟19支球队里边 概率最大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么这是大家心目之中 目前联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 事实证明目前排在联盟第一的广东南来 目前几乎可以说 在第四阶段常规赛还没有开打 他们提前就已经锁定了 常规赛第一的一个位置了 广东南来确实成为了整个常规赛 是吧 削到最后的那支球队 但是广东南来常规赛削到最后 那么总决赛就能够削到最后吗 甚至说他们能够打进总决赛 甚至说他们能够打进半决赛吗 这还真的都不好说 或许以前大家说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不信 但是在今年这件事还真的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那么今年广东南来 能否在杜峰的代理之下 闯进半决赛 或许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因为突然之间 对于杜峰来说传来了两条坏消息 那么这对于广东队本赛季的一个 争夺半决赛的门票而添了一个赌 那么要知道 首先来说广东南来 他们在打常规赛第四阶段 整个赛程来看的话 其实有两场比赛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场比赛都是同一个对手 谁呢 就是北京首刚 那么第四阶段 两战北京首刚 将会决定着北京首刚 本赛季的一个成为在排名 如果说这两场比赛 说实话 你北京首刚跟广东南来 这样一个交手过程中 是吧 双方谁能够站得了上风 谁就有望在几乎赛的一个交手中 是吧 站得了一个上风 因为在这两支球队目前的排名来看 广东联盟第一 那么北京首刚联盟第八 那么北京首刚呢 想要追上深前的 像广沙 上深圳 山东这几支球队 可能胜场差距也拉开了 两到三场的一个差距了 那么想要追上 也不那么简单 毕竟你不能够确保 自己后边的这几场比赛 全部都能赢吧 对吧 尤其是打广东这两场 如果说你再输上两场的话 那么北京首刚 你本赛季想要继续往前提高排名 确实很难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像北京首刚 本赛季的成为赛排名 大概率不是第八就是第九 那么很有可能在机构赛 是吧 八进四的过程中 你如果说是第八或者第九的话 那么你将会在八进四的过程中 铁定百分之百 就要碰联盟第一广东了 那么在第四阶段 北京首刚和广东的这两场交手 会显得尤为重要 这两场比赛 最终的胜负的走势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是吧 八进四广东和北京 一旦相遇 届持双方的一个心理状态 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昨天晚上 对于杜峰来说 他也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但是对于北京首刚来说 他们却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什么呢 那就是北京首刚 他们此前在第三阶段 受伤的中锋李慕豪 对吧 这个点目前 伤情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眼下可能他还会缺席低伤比赛 但是不会赛季报销 那么根据这个消息的传来 也让北京首刚 也让雅尼斯松了一口气 那么起码保住了球队 内线的这个最高点 对吧 李慕豪本赛季加谋球队 抽让球队的内线的短板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那么让球队在内线的这个制空点 是吧 内线的这个护框上 这个护框能力 内线游击区的一个 保护能力上 有了极大的提升 而本赛季广东队 他最大的顽疾 就是他的内线 那么同时呢 对于杜峰来说 他还受到一条坏消息 那就是在全明星期间 我们知道 一剑联亮相了全明星比赛了 那么亮相全明星比赛的时候 他的走路 还是非常的不平稳 这也就意味着 一剑联 他距离冲返赛场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本赛季 想要复出几乎为零了 那么这样一情况之下 北京首刚 人家的主力内线 稍微付出 而你这边的主力内线 却无缘比赛 那么此消逼长之间 广东队你的内线的顽疾 会无限的被放大 届时真的跟北京首刚 去博弈的话 人家北京首刚 肯定会抢占 更大的一个先机 对吧 那么当你们双方 在单场淘汰制的 法尼斯的比赛中 一旦相遇的话 北京首刚很有可能 在心理层面 在纸面阵容配置层面 在整体的 1到5号位的一个 完整度层面 人家都要压制广东男了 那么届时 雅尼斯很有可能 就要送 未免冠军 止步联盟八强了 是吧 很有可能 就无言半决赛了 那么届时北京首刚 很有可能 会以下客场 先翻未免冠军 而挺进 联盟的半决赛 这是非常有可能 实现的事情 而目前还对于 北京首刚而言 他们其实也更愿意 碰到广东 与其去碰辽宁 去碰浙江 去碰新疆这些球队的话 我倒不如选择碰广东 因为广东队 有致命的短板 那就是内线 而北京首刚 他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的内线 目前除了有了 大卫园汉密尔顿这个点 李沐豪 范子明 再加上加尼欧 朱燕熙 以及昌林 六大内线 足以打蒙广东队的内线 对吧 那么今年可以说 整个季后